不过我想细节部分因为太多了 所以请各位自行再去针对 比如说日期的筛选 比如哪个区间 其实多了什么东西 Field 一定是1 第一栏 那criteria 它一定是大于等于 我之前讨论 入门班讲过 其实日期就是一个数字 也许你就介于的话 就是大于等于哪一个数字 小于等于哪个数字 OK X是指的是比较前面的数字 前面的数字 因为 越前面的日期 它的数字越小 所以190年1月1号 刚好是1 第一天 再来越未来的数字越大 所以你可以用什么 criteria 1 是大于等于 第一个日期 operator一定是end end是介于 所以用end的连级 然后criteria 2是第二个 是小于等于y 那我们可以查出我们要的那个区间的 那个日期出来 比如说我建栏日期希望 查的是哪一个区间的话 可以用这种方式 那最后的话呢 特别注意 因为我日期部分 它会有个斜线 对不对 那你不能直接 那个工作板名称它不支援斜线 所以怎么办呢 我想一个方法 把它的里面的名称 用取代的方法 因为VBA里面有个replace 把斜线改成底线 这样就比较不会出错 OK这个部分基本上可以查 所以如果我现在要建档 请输入建档日期的话 那第一个当然 这边 因为时间的关系吧 有些细节都差不多 所以我就直接 拿云端上的东西来演练 那我们比如说我今天 希望查的是2008年的 1月1 叫2008年 所以我就可以 执行 然后呢 期日期是2008年的1月1号 Enter 到2008年的12月31号 一整年的 Enter 那各位可以看到 结果有没有发现 他一样可以出来 但是只是说有个问题 就是因为斜线 你不能直接放进去 所以我把它改成底线 那并且呢在前面叫介于 哪一天与哪一天的日期 你会发现 这个建档日期是2008年的 全部都列出来 当然如果说你觉得这个 不一定满足你的需求的话 筛选 这边还有很多 有没有 这么多 那你如果不知道怎么去下那个语法 很简单嘛 录制聚集会吧 你就弄一下 然后把那个语法放到你的城市里面修改 不就会有那个效果吗 所以细节 请各位自己来玩玩看 因为这东西 其实就是 答案怎么来的 其实都是 花时间 摸索出来的 所以有些东西啦 你想说老师你怎么这样教怎么跟书里面教的不一样 因为这我本来就不是造书去做出来的 而是我本来可能我知道怎么写 但是 但是我有些部分不知道 但是我就是花一点时间 慢慢去 组织出一套东西 那这一套东西基本上 那是我觉得应该是已经是最简单的方法 应该没有再更简单了吧 OK 城市写到这样子应该已经够简单了 再简单的话就不用写了嘛 就当老板叫人家写就好了嘛 是不是 就是花钱请大家写 那这部分 细节其他部分的话还有 日期可能会比较有问题 其他还有像什么 还有像我们那个 数字部分 像 总价部分 所以待会请各位 利用类似的方法 找到云端上面有一另外例子 就是说我们那个单元5有那个实价登录部分 实价它不只是这些啦 其实你在Google上面打开放 开放资料 开放资料的话 目前开放出来知道 中央政府 还有六都开放出来的几万种资料 就是所有 可以开放的可能没有那种 隐私的问题的那些资料它慢慢都开放 像台北政府它有2000多种嘛 那可是问题它开放的是一个road data 这road data就是 只能够给你看到一个csv 或者是什么jackson xml之类 但那些东西呢 它没有查询功能 可是问题你每天都需要查怎么办 很简单 比如说以这个例子 假如说请你把这个 台北市的登录 我只有台北市 假如我要查一下 哪一比如说博外录好了 他最近成交的金额大概多少 那当然你 有些有系统 有些没有 没有的话呢 你可能就自己要变出来 所以呢以这一题来看的话 那如果说我今天把这个 私下登录 把它打开了 不过这边有清单这先不要管 你就是 打开来 那总共的话 Ctrl向下 好像900多笔吧 如果我今天希望从这个 如果要查询的 一样在C栏 然后呢 关键字是 博外录 或中华录 然后呢它的什么成交金额呢 可以帮我列出来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做 OK那请各位试一下好了 其实很简单嘛 你就把刚刚 程式贴过来 改一些地方 马上就有个查询系统出来了 OK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新闻一下 好 感谢观看